为了更好地帮助侨胞了解相关法律知识 德州安徽同乡会和中国人活动中心华柱中心 将于8月4日上午10点在中心130大厅举行 海外华人常遇到的法律问题讲座 邀请到了著名律师张教平教授主讲 欢迎民众到现场聆听 张教平教授从70年代初起在中国从事法律工作 曾在安徽蹦户市中级人民法院正职 在安徽财经大学兼职法学教授等等 退休后成立律师事务所 是中国的资深律师 本次讲座是及上次海外华人常遇到的法律问题继承篇 届时张教授将从三个方面开讲 第一中国的户籍制度与移民身份 第二国内财产利益与保护 遗产与继承的法律制度 第三中国司法制度重大改革 讲座最后将开放现场提问 与听众互动 张教平律师现场将回答法律的问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